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妃 出职了 不能从外山门前 我这要一条小路 我们这边走 是 前击已停止 你们都给我上 是 主公 此处小路可通往四十八寨 倘若您放心不下 何不上寨看看 不必了 还是按照原计划 前往北面的营地 驾 从伤口来看 是明镜 难怪山下鸣蜂一脉的暗装都叛变了 难怪山下鸣蜂一脉的暗装都叛变了 潘妃 你现在的武功足以保全自己了 这样 你带着阿淫他们 赶快下山逃命 你不要再把我当成小孩子了 我要跟你一起去 马叔 这次我也想帮忙 不行 这样太危险了 万一你们出了什么事情 我怎么跟大当家的交代啊 马叔 这是阿斐的家 他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这次我不逃了 跟你共进退 马叔 不管叛乱主出于什么目的 现在姑姑不在寨子里 眼下只能靠五 我们了 覆巢之下安有顽乱 山上都这样了 山下不会太平的 马叔 好吧好吧 好吧 但是你们要记住了 万一真的有什么问题 立刻逃跑 明白吗 马叔 当年三寨主叛乱 我娘一个人是怎么撑起四十八寨的 当年 你娘虽然已经是四十八寨的寨主了 但若没有其他长老的鼎力相助 也不容易让大家拧成义无声 一致对外的呀 其他长老 没错 可眼下 你娘也不在 咱们是群龙无首的 我猜都能猜到 那些个老顽固们 定然是谁也不负谁 那咱们去长老堂 让大家团结一致呗 好 阿斐 我就不跟你去了 现在寨子其他地方还不清楚情况 我去看一看 我们分头行动 好 好 那就是这样 跟我走 阿盐 楚楚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就交给我了 李生 你自己小心啊 走了 来来来 来来来 阿斐 联合那几老头必须要有技巧的 不能硬拼只能智取 就算是千机停了 也未必能证明就是于老所为 二位长老 伤恩勿造 伤恩勿造 那能观千机的不就是一个于老吗 别在这儿遮遮掩掩的 指桑骂槐 你的话里话外 分明是在指责邓真 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邓真作为总领防务的长老 他有责任对眼下的情势 给我们一个交代 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还在吵架 现在每多说一句话 就会多死一位兄弟 马老弟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又回来了 还有万人 阿淑 拜托您一件事 等会儿进了长老堂 请让阿斐先和长老们 说话 如果第一句话 是您替他说的 那他这个小雷坠 小跟班的形象 就算坐实了 事出有因 一言难尽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解决 明风叛乱的事 眼下外山门 可能也已经被攻破了 连外山门哪儿都 你怎么知道是明风叛乱 我们方才上山的时候 看到寨门外 死了很多咱们的弟子 都死于明风的无功 照他这么说 那我们四十八寨 岂不是四面受敌了 邓师兄 现在千姬已经被人关了 外地会从洗墨江过来 李胜赶去其他岗上 查看情况了 能不能派些弟子给我增援 你这小丫头 竟然趁乱罚号失令 刘营消河在 云营消河在 在 传我令 备用岗上即刻启用 加倍人手防御 其余的人 马上到长老唐集合 准备探查洗墨江 如果遇到任何情况 立刻发射哨箭 是 来不来得及 那要看来者的实力了 说话的时候 要板上钉钉 要先对自己的话 深信不疑 才能打动别人 抓住最开始的状态以后 不要一味地步步紧逼 得张弛有度 记住 自己是晚辈 是来解决问题的 不是来闹事的 二位长老 张师伯 赵师伯 方才侄女因为一时心急 乱了分寸 请两位师伯见谅 罢了罢了 我都要看看 他们这群吃里爬外的东西 到底能召集一些 什么妖魔鬼怪 那如果到了长老堂 大家都各司其职 团结一致的话 怎么办呢 你娘留下长老堂 肯定有让他们 相互制衡的意思 因此各个击破 合纵连衡才是关键 我娘跟我说过 你二位是咱们寨中 最值得信任的两位长老 那守护四十八寨的事 还要多仰仗两位长老了 你娘说得没错 交给我们 你就放心吧 诸位 要不这样吧 山门跟岗上那边 就交给我个阿胜来负责 至于喜墨江那边的大批敌人 就有劳师妹 和诸位长老了 最后那守护玉封城 我可没有教你啊 不错呀 果然有悔根 不错呀 果然有悔根